巨大一份牛蹄 你看这个筋跟这个皮 咚咚的 有一家店我们很想吃 是一个藏餐 咱俩还真没吃过呢 去尝尝 真没吃过 哇 这装修感觉挺像的 哇 这装修还挺好的 真有那个杆脚 这还有一个大水石子跟一个大鳞的 这家的菜有点小贵 但是人家想吃这个 牦牛 金头八脑 这边主食都好特别呀 牛肉饼吃吗 有甜配的你吃不吃 没有 哈哈 这家属食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贵的 大家还是想尝尝 这个牛肉饼先上了 挺可爱的 圆圆的球 像我们小时候包那个饺子 最后剩两张皮 只剩一个馅的时候 摁起来的那个 炸的金黄色 好几层皮 下好几层饺子会叠起来 下好几层饺子会叠起来 它这好多汤啊 这真的好香饺子皮 这一什么酱啊这是 辣椒面酱 这酱好好吃啊 就可熟了你不觉得吗 带来的那种自然呀什么的 就特别像平时炖肉料的那种 那对 辣香辛的那种 这家其实特点是牛掌招牌菜 边吃牛肉饼边等它 来了来了 哇 这个好大呀 巨大一份这个牛蹄 我就说那懒得快吃 你看这个筋跟这个皮 短短的 它这是酸甜辣 你快尝尝好吃好吃的 特别烂乎 还能感受到皮筋肉 炖的特别挪扎 这个蹄子还应该是比较大的 听那种蹄子 好吃啊 它有点像泰式甜辣酱 然后又兑了一点醋的味道 这一份真的很大 这量太足了 开始觉得二九八一味有点贵 现在这么看筋还好了 它这个骨头也在下面 应该是一个整个的 像这种短短的 如果你们吃过牛掌 一定会喜欢上的 它的感觉软糯皮还厚 中间连着那个筋 就跟吃牛蹄筋 它就是牛蹄筋 好好吃啊 边上还是有一点点瘦肉的 哇 哎呦 是A家伙 不是应该是骨缝吧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可啃的了 没有啥可啃的了 它已经剃得很干净了 嗯 嗯 真干净了 有牛这就有羊啊 还点了一个雪玉羊肉粉皮 嗯 雪玉羊肉粉皮 这个其实啊肉有点少 然后是这种粉皮 嗯 它装体的卫星特别像通报羊肉 我这怎么样很筋呢 质感特别像多美大拉皮 你尝尝 嗯 半肥半瘦的羊肉 好香通报羊肉我的天 是啊 嗯 那这个羊肉味特别浓 对 这羊肉味的确很浓 而且它还是属于那种 比较厚片的 它不是鸡 对对对 它不是鸡切 它是手切的那种羊肉 哎我觉得 想要做通报羊肉的时候 也可以加点粉盘去 嗯 不这个菜我觉得拌饭 应该也不错呗 米肉组是拌肉汁 不但是我吃了饼 真不吃米饭 可是本来很想 尝尝那个肘子来着 但是服务员小姐姐说太多了你们吃不了 然后这条感 不太敢 撒花了点 这个牛蹄 这一份量真的挺多的 它长得好像一片减快的蘑菇 哦真的好香啊 你吃啊 要不吃没了 动物的手都特别好吃 你们不先翻了 牛蹄猪蹄 羊蹄 鸡爪子 鸡爪子 鸭掌 你才能点一碗米饭 我才能啊 它这骨头也剃得都太干净了 没有啥可啃的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哎 这米饭一碗还挺大的 再来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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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一口给那个羊肉 酸辣牛掌拌饭 这干饭有点 有点香哦 哇 这个棒棒好合适啊 我怎么吃出了一股鱼香肉丝味呢 我知道了 我觉得它是皮辣酱跟甜辣酱一起炒的 我是觉得它有皮辣酱 嗯 好吃这个 它越吃越香 像鱼香牛掌 哇 哇 我喜欢那个 它是固体的 有点 是吧 它可以倒杯不 哎 我倒杯不撒的 这酸奶好好的 嗯 我的妈呀 就是 哈哈哈哈 那你得给我陪假啊 得出陪假去 就这个 都像奶酪了已经 太浓了 这个 好喝哎 它这个没加蜂蜜之前 就是那种 酸 清香的 薛微有一点点 冲鼻子的酸 旁边会预备蜂蜜 好浓哦 那它这个酸奶是有一点甜味的 那酸味重 这个酸奶吃完整好 来今儿干我的鱼香牛腿饭 明天点这个牛腿尝尝得太香了 有 下回有机会再来尝尝别不怕 希望有声之间真的可以去一下洗澡 一共是花了三百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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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是花了三百六十五十四